你知道台北市曾經有一條方極路嗎? 這不是開玩笑 真的就是長得像蘑菇的那個方極 事實上不只台北市 宜蘭縣、基隆市、台中市、台南市 甚至是澎湖縣等台灣的所有縣市 都曾經在Google地圖上存在著一條方極路 為什麼這條路會如此的無所不在呢? 難道這是方極和各個地方政府合作的行銷手段嗎? 其實不是 而是Google地圖自己安排的防衛設計 也就是Trap Street陷阱街道 如果你是一本書的作者 應該很討厭那些抄襲你的作品的人吧? 因為這些新寫可能是你花了數個月 甚至是數年才完成的 其他人卻只要按幾個鍵 就能複製出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如果你是一個地圖的作者 尤其是在1950年代以前的地圖繪師 那你應該真的恨透了那些抄襲者 在人造衛星升天以前 人們要繪知地圖只能靠自己的雙腳一步一步去走訪 有時甚至要搭配許多精密的測量儀器 才能保證地圖的精準 因此要出版一份地圖 可是要花費非常龐大的人力、物力 以及大量的時間和金錢 此時就有出版社開始偷吃布了 他們拿起別人已經繪製好的地圖 一筆一畫地描在了自己的紙上 即使改點設計、顏色 就成為了自己的地圖 當原出版社發現自己的地圖被抄襲了 去質問那些抄襲者 他們就會說 這是我們自己去測量的啊 而且這個地方的路真的就長這樣 你們怎麼知道我們是抄的呢? 而原出版社在缺乏證據之下 也只能自認倒楣摸摸鼻子離開 此時就有個天才想出了一個辦法 可以在不影響大眾的情況下 抓出這些抄襲者 那就是在自己出版的地圖上 加一些微小的陷阱 這些陷阱有可能是一個多餘的轉彎 故意寫錯的地名 把大陸畫成小巷 或是一些根本不存在的街道、小鎮 而這些陷阱在今天就被統稱為陷阱街道 這些陷阱街道一般都在非常細微的地方 大部分的時候都很不容易察覺 因此對於我們這些普通的地圖使用者來說 並不會造成什麼太大的問題 但是對於那些抄襲地圖的人來說 馬上就會被抓到 很快的 這個聰明的方法迅速的被各大地圖出版社採用 就跟Google地圖也不意外 因此今天你無論是在網路上看到 或者在書局買到的各類地圖 裡面可能都存在著大量的陷阱街道 而剛剛提到的方級路 就是Google地圖在台灣各縣市安排的陷阱街道 至於為什麼是方級 呃...我也不知道 可惜的是 這條方級路如今已經被Google移除了 可能是被太多人知道了吧 不過其實今天的Google地圖 還是找到許多陷阱街道 其中一個就位於台南市 在台南市永康區有一條昆山街 這條街的昆字是昆仑的昆 一個昆蟲的昆上面加一個山 但如果你仔細看看這條街的258項 你會發現昆山的昆被寫成昆蟲的昆 而這個錯字就是今天還存在於Google地圖上的方級路 不過這個秘密被我講出來之後 或許哪天Google又會把它刪掉了吧 在陷阱街道的歷史裡 也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1930年代 一個名為General Drafting的地圖出版社 在自己的觀光地圖中加入了一個名為 AGLO的虛擬村莊 以防止其他出版社的抄襲 這個不存在的村莊就位於紐約州德拉瓦縣 實際上是一個什麼都沒有的布毛之地 而它的名字僅僅是以出版社的創辦人 和其助理的姓名開頭拼成的 藉著這份地圖 以General Drafting的合作石油公司 ESOL的名義出版 到了1950年代 ESOL發現了另一間出版社 Rand McNally的地圖中 也出現了這個AGLO村莊 因此決定要控告Rand McNally抄襲 但這個指控最終並沒有成立 因為在ESOL出版了地圖之後 一間雜貨店老闆拿了他們的地圖 以為那個地方真的叫做AGLO 便在當地開了一間AGLO雜貨店 而該地區也真的開始漸漸被人們稱呼為AGLO 不過隨著雜貨店的關閉 AGLO這個地名也開始慢慢地在各個地圖上消失 到了1990年代之後 幾乎所有地圖都把AGLO刪除了 因此今天如果你想要在Google地圖上找AGLO的話 很抱歉是絕對找不到的 其實無論是AGLO還是方極路 這些陷阱街道每過一陣子就必須要更換 不然當越來越多人開始注意到它 它也就失去了陷阱的功能了 或也就是因為這些陷阱街道 使地圖繪製真的成為了一門藝術吧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了在留言區分享你的想法給大家知道喔 那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